SCP-860 探索2 D5674是一名27岁的体格低于平均值的女性 先生背景显示出患有极端的生人恐惧症 目标有着广泛的数据删除的记录 D5674装备着LED手电筒 一台手持式的配备着通讯缆线的便携式摄像机 和一副用于与主控的博士联络的耳机 D5674将SCP-860插入了一扇在德国 接着通向一座废弃屋子的门 它转动钥匙打开了门 露出了SCP-8601 D5674穿过了门 在它走了两步后 听到了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D5674转过身 门已经关上了并且和那堵巨大的混凝土墙和为了一体 脏话删除 沿着小路走 D5674出口在另一边 D5674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沿着小路走了下去 在走了94米后 D5674停了下来并转向树丛 你 你看到了吗 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 D5674沉默 你看到了什么 D5674没有回应 12秒后 它开始继续沿着小路走 D5674 D5674 请回报 你看到了什么 我们需要 那什么也没有 我一定是被那物骗到了 D5674走了十米 然后再次停了下来 D5674 你为什么停了下来 小生儿 小生儿单调安静 你听不到吗 什么 小生儿单调 它在召唤我 我必须 我必须去 D5674 你不能 D5674摘下了耳机 将摄像机放到地面上 面对着树丛离开了小路 进入了树林中 它从视线中消失后 在摄像机的电池耗尽前 都没有任何异状发生 暴露 通向废弃屋子的门 保持着关闭的状态 包括从锁中移走 钥匙在内的所有试图打开 或者破坏那扇门的尝试都失败了 事故的七个月后 门突然打开了 从中走出一名非常老的亚洲女性 即使在极端的破压下 他也拒绝谈论在他放下摄像机后发生的事 目标被发现比在参加探索2之前要冷静和有礼貌的多 除开谈论他在SCP-860之一内部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目标毫无怨言地服从任何下达给他的命令 两周后 他在睡眠中因自然原因死亡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860探索2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